Index Allocation的架构 长的这个样 所以这个实作档案系统怎么样的来给 给这个把这个空间来提供给这个使用者呢 提供给这个档案呢 这几种方法 那Index是一个你要知道的 那它的特点需要一个Index Table 这个怎么讲 天下没有这个白色的午餐 看起来比较好叫做複数 那它也可以Random Access 然后呢 要做Dynamic Access 它可以可能 它不会有Eternal Fragmentation Eternal Fragmentation就是说它不会有外 我谈Fragmentation的时候有两种 一个是External 一个是Internal External 你要多大就多大 那就不会外在不会 Internal 的话是每一个档案到最后 在Block 里面可能会剩下一点点的 那个空间 那叫Internal Fragmentation 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记忆题的时候 也谈好多次 就是那个碎片 所以这种状况 只要我给你支援 都会有这样 都要找钱 你买东西不是通常都是100元 或10元 或什么的 那都会有零钱 零钱都是Internal Fragmentation 都会有这个 那 那它的这个 Mapping 就是如果它Logic Address 跟这个Physical Address的 这个Mapping的话呢 那 涂完以后 这一个余数 一个 一个箱 一个余数 那分别代表它的 这个Index Table里面的位置 然后呢 在位置里面 然后到哪一个Block 但你还要再算一次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这一个 你这一个Index里面呢 你的 你的Block 你假设的Block 是 是不是有V200 就是把这个 因为不知道这个大块 那在Lin的那个机制的话呢 呃 呃 在在在在 在我们这个 Link Table的话呢 那 那 哪一个Link Table里面 它 事实上它可以 因为你 你里面可以摆多少 透掉几 头的一个 那 哪一个可以摆那么多个 所以你的Logic Address 要除上 这么多月 因为 这个Block里面 每一个讯息就是一个Block 整个层下来 有这么大 你一个Index 一个Index的一个Block的话呢 你买 所以 你除进去的时候 到Block 到底是到哪一个Block 然后再到这个Block 里面 哪一个位置 所以它也是要 要两层 所以在这 Edge Translation的时候 是比较 比较这个 呃 辛苦一点的 那 那两层的计算 是 这继续下来 好 这个我就不详细谈了 那么可以 同样看图 看图 这Page Table 那个类似 一看图就 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说 我一个档案 如果有两层的Index Table 一层Index Table 我们刚才看过了 最前面的就是 一层的Index Table 这个就一层的Index Table 一层的Index 对 我一个 我这个 一个Index Table 就假设的512 如果我可以到512个Block 我等511个Block 这个可以 可以给你用 假设我的档案很大 档案很大 我这个510 如果不够放的话 那这个机制就不握可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像这个 这个就是两层的Index Table 就跟那个Page Table概念一样 如果Page Table概念 就是这个应该第一次没有问题 那两层Index Table 那这个 到底放在哪里 先到Ultra-Index Table 然后再看 你下面那层 这个 的Index Table 大概是哪一点 这个你要读到记忆之内 然后再到真正的 这个对他报 所以如果答案大的时候呢 存取答案 其实你看这个专案的记忆体 找到你在 这个问题是在哪 找到你在哪里 都是很怕历史 那 那这个 在 一般的系统里面 反正你用就用 就用嘛 怎么做呢 可是在某些系统里面 就会很麻烦 像多媒体系统 你看你要播影片的时候 所以通常在我们在做 串流在做直播 直接的这个播放 某些东西的时候呢 这些都要改的 因为 如果照这样做的话会很累 因为你可能你播放这一 你现在在播的影片的 这一小段放在这里 另外一小段放在 另外一个框子的 那 那你Io如果 让我中间断掉的话呢 那这个档案系统 就变成你 变大火包头 包头 包头 事实上过去 如果在20年前 这个是在研究 那个 影片 录制播放的时候呢 很热门 现在大家都解决了 嗯 呃 在20年前了 那这个 我放一摸到一下断掉 因为什么 我 我的这个 我CPU也很厉害啊 我记忆机也够啊 坏在档案系统 档案系统呢 放在那里 放在这 你 你这个银片放进去的 那个位置啊 这个啊 那 你中间要 找到它 要经过两层的影响 把他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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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去 引中 这个放到 进去 这个放到 进去 才能够找到 它 才能够找 之间 所以这个 呃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每一层都 环环相扣 就是跟在 在这个 呃 我们后面 这就是下沉 某一个地方设计也不对 影响到 到很多 很多的 普通的地方 那 UNIX的 呃 这个 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例子是 呃 很好的一个例子 哈 就是 这是 UNIX的 作业系统 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 这个要了解一下 实际上的 作业系统 怎么做 怎么来做 这个 这个 呃 解决这种问题 哈 的 UNIX的作业系统 还有 GovnIX的作业系统 都是这样做的 哈 这是它的 这个 Five Control Block 它当然有说 这档案是什么 Honah DSA Til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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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它的这个block 哈 它的 Beta 摆在哪里呢 我本来说 就是 我们最前面 这一 呃 今天刚才开始的时候 这个 XDB 它来告诉我们 这个档案的block 摆在哪里 那后来 刚才我们知道 诶 档案摆在哪里 其实是一些 很 很重要的事情 很麻烦的事情 哈 如果我 我这个抓不到的话 或者是我放不对的话 效能会变很差 所以 UNIX的系统 是这样子来的 它 它把 Data block分成三类 一种叫 Direct blocks 一种叫 Single Indirect 一种叫 Double Indirect 还有一种 它最后还有一种 叫 Triple Indirect 好 那一般都会用到 Direct跟Single 里面 就是Double Indirect Direct的话是 有一些 就直接让你立刻 有两只找到 有一些让你 一个 另外一些呢 Single Indirect 有另外一个 Index Table里面 才找得到 那另外一种是要到 Index Table 在Index Table 在边 就是我们要 2Dable 才找得到 所以在 UNIX的系统 它把这都 Combine 起来了 你一个档案 可以 可以这个 很窗户的观想 开等线 那 那这个 你也记得 这个 这个有点 冷热 你想想 夏天要来 春天这种时候 都是怎么样 暴雨啊 灾难 最多的时候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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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这种时候 所以那个 灵气就会变很大 那我们会 那 所以这 UNIX的话 它的这个架构 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种 那 你让它选举一个 没办法的 为什么 所以我刚才讲 多媒体的 很多都是在这个 在这个条件之下 然后它做一些 在最进一步的 这个 呃 变化 都 因为 你没有一种 能够满足 所有的需求 那 那这个 那我就把好几种 当然我自己 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 但是各种需求 都可以在这边 还满足 这个 是 UNIX作业系统 它的 它的这个 File Location 是这样做的 好 我们先再切断一下 好